太太不忍心也陪着一起去发传单了 心想找顿位大的人应该越有机会成功 我说小姐你好 请问要减重吗 我就把传单递给她 这时候呢 她本来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呢 看到我把传单这个动作交给她的时候 她非常的生气 她就只能够 就是我的鼻子 她说你你你就是你们公司 老师要发这样的传单给我 然后呢 她把我大骂一顿 越挫越勇的精神 推着杨美琴往前进 她反复思考 做传销不该老是找亲友 陌生市场才最具有潜力 她不能退缩 咬着牙继续发传单 但命运之神似乎还不愿意放过她 给了更严峻的考验 我把传单给她的时候 她用她的手走 这个地方 对着我的胸前 踹了一下 然后我这个人 倒退三步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她开始非常的生气 然后呢 就开始幼稚着我的鼻头大骂 即使如此杨美琴还是乐观认为 陌生人只是还没有认识的好朋友 秉持这样的态度继续奋斗 同时她也改变了策略 肥胖的人依旧是她锁定的目标 然而话要说得更委婉 寿身前后的照片得在适当的时候再秀出来 调整推销的方式熬了三年 终于有了成果 我就背了一个书包里面放140万的现金 那是我最后一笔的债务 所以拿去整个邮局把它还清掉之后 我们从那个时候终于可以从零开始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我说你从零开始很好 我们是从负债 然后负债地下室好几层 然后爬出来的人 所以当可以从零开始的时候 我知道剩下的都是累积的 就是一件很棒的事 做事积极的美琴也把触角延伸到海外 从新加坡再到马来西亚 不断地扩张版图 最重要的重点是 你有没有一定要成功的决心 而这个决心是不管你发生任何事情 你都会保持前进的速度 老板娘你好 我们在前面开了一家早餐店 你能吃什么早餐 不一定的 不一定吗 还有吃过冷的早餐 没有 不吗 这样欢迎 明天可以再来吃我们早餐好不好 尽管业绩好 现在位居公司最高阶层 夫妻仍然上街发传单 陪着新人一起走入陌生市场 寻找他们所谓还没有认识的好朋友 今天早 这是我们早餐店的传单 等一下我讲一下 OK好谢谢 那我们是生机方面 然后现打现合的 好 然后那个 比如说只要短的时间 就可以马上吸收的 你好 这个是我们店的传单 拿一下拿一下 先拿一下 好 然后我们是在捏一边 希望市场能再扩大一点 夫妻俩辅导新成员开早餐店 这里没有传统的高温铁板 闻不到油烟 八台只有一台果汁机 早餐就是传销公司的营养粉 加上新鲜的水果 对啊 应该怎么口味 什么味道 你刚才自己说 我们来帮我们介绍 今天是我们家的红色的火 还有苹果 还有白木耳 看准现代人肥膀的问题 早餐结合时下流行的生机饮食 借由社区的力量 让陌生人自己上门来 嗨 哈喽 来来来 请坐 来来 我给你介绍 我先生 他以前的九十几公斤 然后他现在 你摸包姐他现在变得很帅 是啊 是啊 他剪了十八公斤 来 我帮你看一下 你平常有在运动吗 没有运动 OK 好 怎么讲 陈大哥我知道原因了 他不是不努力 他是属于比较难剪的体质 比较难剪 因为你的肌肉比较结实 只要你是真的认真 好 我们协助你把它收下来好不好 在传销业 协助新人就是累积自己的财富 如何激发他们的行销能力 让组织更茁壮 杨美琪有一套方法 来 这天来上课的大都是在地早餐店的店长 有一部分则专程从台南到高雄来 就是为了听美琴的演讲 他以自己奋斗的历程鼓励成员 很能引起共鸣 在这个产业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不是没有能力 我常常发觉有很多人 都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 对 你说对不对 对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在奋斗的人 有情绪不好的权利 各位尤其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负债 我正在告诉你 做个伙伴 你根本连情绪不好 心情不好 心情沮丧的权利都没有 可是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怎么办 当我遇到一样的眼光的时候 我怎么办 当我真的觉得 我心里很不平的时候 我怎么办 跟伙伴 记住只有两个字 忍耐 以前他也曾坐在底下观众席 受到鼓舞 不断的自我磨练 甚至到国外观摩 如今成为超人气讲师 每一段话都富含哲理 杨美琴却说 他没有华丽的言辞 说的只是他真实的人生 当别人兜倒的时候 你决定还是依然站立 世界就是你的 从传统市场打出一片天地 张光瀚带着同仁 回头办音乐会一眼一卖 把木莱的钱捐给孤儿院 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奴隶 有造业日 他们也可以来回馈给社会的 所以我们在带活的过程当中 我们开始又给他们一个正确的 社会价值跟观念 回馈社会做法 背后推手是太太杨美琴 默默在一旁协助先生办活动 而这一切来自于十二岁的记忆 为什么我们家连吃饭都很辛苦 我爸爸为什么每个月 还要固定去孤儿院送你 所以当时小小的我就问了我爸爸 爸爸为什么我们连吃饭 有时候都青黄不接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呢我爸爸就摸着我的头 他跟我讲 阿晴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孩子很幸福 但是呢 高年那些孩子没有饭饭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这一点米 可以帮助他们可以吃饱食餐 从负债好几百万 到年收入好几千万 除了自己的努力 杨美琴生气体会 别人给他们很多机会 深就这一切 但重要的是决心 决心成功 各种难关一一被克服 终于实现他们的人生梦想